總統要選副總統的搭檔 基本上就是互補 就是互補 譬如說性別上的互補 這個台灣地域上的南北 東西的互補 或者是大家的學術上的 這個領域的互補 那過去有這一種 比較早期有這一種 本省人跟外省人 這樣的一個互補 那昨天這個 我們情敵 現在大家都叫他情敵 他自己說的 我沒有對他大不敬 我是說我們情敵 很多人推薦說希望用女性 他說了 然後他就說Vicky也是很優秀女性 然後這一個鄭麗君 我們親平台的這個董事長 也是非常優秀女性 這些都是在民進黨裡頭 現在被看好的人 譬如說像你下個禮拜三 這個賴清德要發表這個國政難途 對 那就有這個新境界基金會 清平台跟台灣智庫 那就要公布這個國政難途整體大的架構 所有國政難途的團隊跟顧問 下個禮拜三會一次亮相 就是說到底誰在協助賴清德 就按照原來的這個節奏去走這個國政難途 現在幾個總統參選人 他們的國政顧問團都還沒出來 賴清德是下 只有郭台銘 郭台銘有 郭台銘是楊智良 對 楊智良那位 One and only one 就只有他而已啦 沒有別人 那個國民黨的現在不知道是誰 就陣仗擺出來 大家來做個比較 肚子君 肚子君 我讀懂是監管而已 沒有投資 他以前是行政 那是重點 議員是被你們問到 壓口胡言 就是說選一個副手 基本上就剛剛講 各式各樣的 譬如說像以前阿扁選了李秀蓮 那李秀蓮 因為他就是在桃園女性 然後又是很強的這個 國際的外交的這個能力 所以那副總統 我們情敵 在選副總統的時候 他就會考慮到各式各樣 一定要能夠跟他互補 而不是單純一個備位元首 所以剛剛提到這幾個人選 一張有說 一張有說 這都很優秀 但是還沒還沒到 那個要決定的 什麼時候會出來 那郭台銘九月十九號前就會出來 對 你再說一次 你不能去動什麼 我們智林的腦筋 我們智林是不可能 拜託 好 我要請教一下仁俊 因為剛剛仁俊要補充 待會我要先祝康倫 九三軍人節快樂 今天是屬於仁俊的這個日子 我們是對於國軍保衛國家 這件事情都非常的感激 那所以在兩岸關係 戰爭和平 這個議題上面 你剛剛要補充什麼 親爹 他這樣子的談法 能不能夠說服大家 王毅川的親爹 對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說 因為你剛剛特別提到兩岸 我其實剛剛聽黃里長講的那件事 我其實有點感覺 就是有點感覺 意思就是說 老共一直在講中華民國不存在 所以他不喜歡中華民國 所以你說 名片上可以接受台灣 但是當我們在國際上講台灣的時候 老共說不接受 我要叫什麼 就兩邊你都不要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兩岸本來都是矛盾 那我其實覺得台灣最可貴 就是說兩岸東西 各自都可以有各自的論述 我們也不會說強迫 除非你有違法或是怎樣 那就真的沒辦法 台灣那個馬路的街頭 不同的意見的人士 我覺得這個都OK 可是我今天回來看 比如說昨天的那個專訪 我其實有看 除了什麼炒蛋之外 其實我比較care的就是說 因為那天余北辰有在現場 那他有問他關於國防的這件事情 剛剛提到說 我們現在總統參選人的這個組合 我們目前幾組人 有沒有人在躺下 如果從我自己做政治觀察的角度來看 確實在野的三個現在是躺著 我沒有說他躺著選 我說他躺著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互打 打到自己都躺著了 我沒有說他躺著選 他們也認真再選 可是大家關注對這三個人的新聞 的焦點永遠都是 他講你什麼 他有沒有去你家客廳 他有沒有坐在你家門口 他有沒有打電話給你 這三個一直糾結在那裡 所以你會發現他沒有辦法成長 我看到賴慶哲在這段時間 因為老實講你到地方去什麼 跟里長誰誰誰做 那只有當地的人知道 那個全國性不會知道 我也相信這個原資 有去參加很多活躍的活動 他只是沒有像去參加 郭董的活動一樣 站在坐在最前排而已 我站左邊的 郭董去一次都是被講 大概一輩子大概就擺脫不了這個 但我就講就是說 扣除掉地方之外 你看接受媒體訪問這件事 他最重要是幹嘛 你知道在表達他的論述 就是對現在總統大選來講 其實最重要是第一個 你要先面對問題 你面對問題完了之後 你提出論述 試圖去做說服 最後達成能夠說服了 你就達成公式 不能說服的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 你就是表達你的立場 那我們就來看 這半年 這三個月好了 就光這三個月 到底這幾組參選人裡面 有誰真正面對到 不管是台灣未來的問題 或是怎樣 好好的坐下來表達他的理念 我覺得這是很好比較的 就是說當你永遠的 都在那個地方困在 就是說你有沒有跟誰見面 你有沒有跟誰去道歉 或是怎樣 我就講就像侯友宜 侯友宜他們很生氣講說 你那個小編給我搞一個點點點 弄得好像我都沒有 所以他們一直在澄清 全面開戰商周 一直在澄清 我跟你講就是 人家做梗圖是一件事 我們看到每天都看到很多梗圖 你有些看到那些 你也不會覺得那個是很重要 可是那個東西如果做到 讓大家覺得說 對 好像好像是這樣 那不是做梗圖的人的問題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就說 這東西其實就是回來解 就是說立場不一樣 我真的覺得OK 台灣每次選舉都是這樣 反正你講你的我講我的 你想聽就聽你 不想聽就OK 可是問題就在於是 如果你今天所表達的這些論述 尤其像兩岸 今天軍人節不好意思 其實我已經是退了 我自己退伍 還有很多在現在在線上的 這些服役的官士兵 他們其實都是今天這個節日 最應該接受掌聲的英雄 可是今天問到是台灣有沒有遇到 這個所謂的 好就算沒有兵凶戰衛 台灣有沒有現在遇到一個壓力 是很有可能我們面臨戰爭 其實是有 那這個過程當中 除了說我們要避免之外 我要怎麼樣去面對這個問題 講答我的論述 我覺得大家就來看 四組裡面誰在做這件事情嗎 可能近北南 近白南 無法整合 所以國民黨內部 又產生所謂淡淡的哀傷 為什麼講淡淡的哀傷 因為在三個月前 比如說台灣缺淡 而且不是台灣問題 是全球都缺淡 其實淡這種東西 不是一般人可以進口的 而且台灣商也很少人做進口 因為台灣自己的供應量 一般來講都夠 所以進口淡其實 因為它的產品的差異性不大 第二個它的混混水率非常高 損害率非常高 因為你進口淡很容易就砸會 所以通常100顆蛋 可能只剩下70顆 所以那個成本跟所謂的效益 其實都不太符合 所以其實在台灣做進口淡的人 本來就不多 所以那時候缺淡的時候 農委會會解決台灣缺淡問題 其實找了有本事找得到淡的人 就好像疫苗缺的時候 不是說隨便哪一個人 都可以去買到疫苗 到最後只有鴻海慈濟跟台積電 才有辦法透過他們的政商關係 找到疫苗 一樣這個所謂的晴雨喬 這個雨絲公司 就是可以找到管道 拿到蛋的人 我想可能這個人非常低調 但是這個養雞大王圖萬財 這在養雞界人稱財哥 財哥就是財哥聽起來 就跟雙哥一樣 第二 你有問題 財務有問題 養雞的人財務有問題 因為他們都要調度 或者是會有產生什麼 記憶的病變 都會跟他調度所謂的財務 所以他在所謂中南部的養雞界 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國民黨 而且他藍綠關係很好 所以國民黨真的不要亂打 亂打的話 這個財哥很生氣 你們台北的議員可能不知道 財哥跟那個秦雨喬什麼關係 秦雨喬之間 就是他們之間 本來就之間 有一些所謂的生意合作 比如說他要買國外的蛋 也都會透過這個秦雨喬 來買這個國外蛋 所以秦雨喬在國外 所謂的蛋的來源是有本事拿到的 有本事拿到之後 台灣也不是完全沒有制度 台灣也有制度 這個所謂的補貼 不是補貼你說讓你賺錢的 是補貼價差 因為我剛才說的 因為進口蛋不見得比較便宜 而且那時候蛋價非常貴 台灣農委會為了抑制蛋價 所以他必須把蛋價抑制下來 他的蛋價定價就會比較便宜 所以會解決你的關稅跟所有的 所謂的價差的問題 他不能到我們手上很貴這樣 補助的那個東西 然後今天徐曉星又講說什麼 什麼那個謀財害命 說什麼這些蛋是有問題的 但是蛋有問題有沒有進到市面 沒有啊 他的檢驗就來自於 農委會的檢驗標準 農委會就檢驗完說有問題的蛋 我就幫你毀損掉 也使得這個進口商 有部分就是毀損太... 人家也就是說 我為了幫忙台灣的這些蛋 蛋價的問題我吸收了嘛 所以他把農委會的資料 當成自己好像查到弊案一樣 這是不對的 因為所謂的謀財害命 大家都沒有知道哪有害命的問題 唯一害到的命是小雞的命嘛 這個小雞的命是還沒有出生蛋的小雞 還有國民黨立委小雞們 我想請教一下益川 就是說我覺得國民黨攻擊的手法 其實還蠻熟悉的 之前是打疫苗 然後再來是之前口罩 然後最早之前是打翁幾位 所以看起來是因為有政治利益 所以用同樣的模式不斷的在打 因為國民黨以前都是用這堂貪污 所以他們想說 應該是這樣... 所以他們就想出了這一招 說有可能... 然後你問他說 證據在哪裡 他說那你把所有資料給我 你資料給我 我就給你看證據 問題是你不能這樣 你說那個一定有弊案 你說你問他弊案證據在哪裡 他說你把全部都給我 我就告訴你證據在哪裡 哪有這樣 沒有人這樣搞